江青指使红卫兵于1966年12月27日到成都把彭德怀绑架回北京 1967年7月19日,在江青授意下 彭德怀被红卫兵拉到北京航空学院开批斗会 刚开始是文斗,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变成了武斗 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多次受到毛接见的韩爱晶 指着彭德怀的鼻子怒吼道 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彭说我不反对毛主席 韩爱晶一拳出去,打得彭倒退几步,跌坐在地上 呼拉围上去一堆人,拽得打得踢得,拳脚相加 有人急猛拳冲着彭德胸部打去 彭头撞在客桌上,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,发出重重的声响 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,再拽起再打倒,连续七次 彭德怀被担猛冲着